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现象共同讲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占据中国人口数量一半的女性正在迅速而坚定地醒来 为什么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 女性便促成了汹涌而来的社会浪潮呢 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长期的沉默之中积攒了太多的话 迫不及待地想要说出来 在超过五千年的历史中 男性都处于运转世界的主要位置 而女性能够拥有各种权利 参与社会生活却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 她们自然想要走得更快一点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有了互联网之类的便捷途径 让那些提前觉醒的女性发出的微小声音 能够传到更远的地方 启发更多的同类 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 去发出自己的呼喊 最终才连成了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浪潮 今天要推荐给你的这本书 便是女性主义浪潮中的一朵耀眼浪花 这本书叫《她们和她们》 它既是一本帮助女性开口说话的书 也是一本为女性传递星星之火的书 这本书是人物杂志的首部女性报道精选集 作者是三位资深特高记者 安小庆 林松果和李斐然 与其他文集类作品相比 这本报道集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写作者与被记录者都是女性 可以说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由女性书写的女性故事 书中收录了九篇曾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的十万家人物报道 以及三位特稿记者的创作字数 十二篇文章串联起了十二位女性的此时 此地和此身 从乡村到城市 从普通到卓越 用一组当代女性的群像展示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以这十二个故事为样本 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位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的普遍问题 也能从中看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的解读会分成三个部分 我会以书中的故事为例 先陪你看看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难题 然后再跟你聊一聊 想要改善这些问题 社会大环境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身为个体的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下面让我们开始本书的内容吧 我们先来看看书里的故事为我们揭示出了哪些女性会面临的生存困境 你可能会觉得 生存困境这个说法 听起来有点过于严肃 但这却是事实 在全球范围内 女性的生存处境依旧不容乐观 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行为依然大量存在 据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统计 截至2022年 只有68.1%的性别差距已经被消除 想要完全实现性别平等 人们至少需要再努力132年 在那些性别差距比较大的地区 比如中东 北非 南亚等 需要的时间还要更长 评价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时 有一个关键数据叫做性别差距指数 研究人员会从经济参与和工作机会 教育成就 健康和生存 以及政治权利这四个维度 收集各种数据 进行综合的测算评估 得出一个国家的性别差距指数 这个指数越接近1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水平越高 2022年 中国的性别差距指数为0.682 在性别平等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生存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仅仅因为身为女性 她们就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生存难题 这些难题就隐藏在健康 教育 工作等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女性面临的第一种生存困境是 很多女性直到今天 也无法拥有最基本的身体自主权 书中有篇报道记录了 鄂尔多斯市为消灭公颈癌所做出的努力 在很多大城市 公颈癌疫苗都需要自费接种 而且还一针难求 鄂尔多斯市是中国第一个 进行了全面的两癌筛查 并决定免费为市民接种公颈癌疫苗的城市 按理说 这么好的政策 大家一定会积极响应吧 然而 真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执行工作的基层医生 在公颈癌科普和筛查的环节 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查乳腺的时候 大家还能勉强接受 一听说 查公颈需要脱裤子 很多女性立刻就跑掉了 除了信息匮乏 对身体的羞耻 害怕别人的成见这些原因 还有1%的人给出的理由是 丈夫不允许 如果你觉得1%这个数字没有那么可怕 我可以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数字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在202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 全球只有55%的女性拥有身体的自主权 能够在事关医疗保健 避孕 以及是否要发生性关系等问题上 自行做出决定 那份报告的题目就叫 我的身体 是我的 但 却有将近一半的女性 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 在鄂尔多斯市 与1%同时存在的 就是另外一种现实 当地女性感染宫颈癌的 三大高危因素为 过早的结婚 过早的怀孕 生育多个孩子 每一条都跟缺乏身体的自主权有关 被统计到的1% 只是冰山向我们隐隐展露出的一角 如果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掌控 又何谈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这也是 女性面临的第二种 普遍困境 很多女性 都无法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 关于性别的日常偏见和刻板印象 无处不在 这个世界 对于女性应该如何成长和生活 仿佛有着一套标准的答案 她们应该是 好女儿 好妻子 好妈妈 会做家务 会做饭 能照顾好老人 孩子和丈夫 她们还应该温柔体贴 不能太强势 如果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 她们也应该首先考虑家庭 这些期待和要求 又进一步影响着家庭地位和社会分工 悄悄剥夺着女性人生的更多可能 法国社会学家 皮埃尔·布尔迪厄 在她的著作《男性统治》中 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 女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男性服务上 人们期待她们是女人味的 也就是说 微笑的 亲切的 殷勤的 服从的 谨慎的 克制的 甚至是平凡的 整个社会 则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 将低级的位置分配给她们 教她们如何保持体态 如何服从 服侍男子 通过劳动分工 确立了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 被家务 照料 育儿等琐碎事物消磨掉的 不仅是女性生命中的一段漫长的时间 更包括她们自我实现的机会 以一本 《秋元》 感动了数万读者的作家 杨本分 在六十多岁时 才坐在厨房的矮凳上 开始写作 在此之前 她几乎为家庭贡献了一生 小时候帮父母照看弟弟妹妹 到十二岁 才有机会去上学 却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读到毕业 二十岁时 她想通过婚姻换得读书机会 因为对方承诺 结婚之后还让她上学 她就同意嫁了 然而 她很快怀了孕 接连生了三个孩子 不但学没有上成 还因为照顾孩子 失去了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机会 好不容易等孩子都长大成家了 丈夫却疾病缠身 她又成为了丈夫的护工 杨本分的故事 既展示了几代中国女性的典型生活 也让我们看到了时至今日 女性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的生存阴影 即使有些女性摆脱了那些比较大的阴影 接受了高等教育 拥有了支持她的家庭 找到了能够施展才华的工作 她们 也还是需要面临更加广泛的第三种困境 即 那些隐藏在职场 和生活中的 关于性别的不适感 那些不适 看起来很微小 却又无处不在 让人没办法忽视 当你乘坐公交车时 会发现公交车扶手的高度 是依照男性身高设计的 你需要努力伸手才能够到 当你工作的时候 会发现中央空调的温度太低 因为办公室空调的标准温度 也是根据男性的需求制定的 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五度 所以你在夏天总需要披条毯子 当你寻找公共卫生间时 又会发现 因为卫生间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 吨位比例不科学 导致女侧门口总是排着长队 除了这些相对好应付的小事 还有很多没有那么容易应付的不是 比如交际厂商随口开的那些 并不好笑 甚至有些冒犯女性的性别玩笑 面试时经常被问到的 打算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问题等等 从身体和命运的自主权 到生活中的种种不适 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 就像一把把利刃 一根根小刺一样 横在女性和这个世界之间 书中的那些报道 不仅诚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困境 也向我们展示了能够改善这些问题的一些途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想要改善女性的生存困境 需要社会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 首先 我们需要承认女性在生命本质上的独立性 给予她们平等的权利 不把女性看成是附庸 甚至某种商品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安小庆 来自大梁山的遗族 她说 数千年来 尽管远离平原和权利中心 父权制和男权文化的无边大王 依旧牢牢笼罩着 在这片边地上生活的八百万遗族人 在那里 女性很少被送去学校接受教育 需要终生承担大量生产性劳动 却不能进族谱 没有和男性一样的财产继承权 没能生下儿子的女性会被歧视 甚至被离婚 时至今日 遗族对于未婚女性 还有一套严密的打分和标价系统 是什么学历 在哪里工作 再结合年龄 长相 家庭名望等因素 先计算出一个总的价格 再由两边的父辈通过中间人讨价还价 达成交易 女性 则借由这次交易 像一件商品一样 从一个父系家庭 被转移到另一个父系家庭 你或许会说 这只是一个夸张的特例 但是 在很多地方 把女性视为生产和生育工具的观念 都在以各种更加隐蔽的方式 存在着 它们可能是一笔彩礼的数字 可能是尽快生育的催促 也可能是提前检测 胎儿性别的要求 或者是那种 你不喜欢吃也得多吃点 这样 孩子才有奶吃的建议 想让女性过得更好 就得先承认 女性在生命本质上的独立性 不把它们视为商品或工具 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 同样拥有各种权利 各种感受的人去看待 其次 社会应该提倡 每一个人看见女性 为家庭的付出 不能觉得那是理所应当 据统计 全世界有75%的无偿工作 是由女性完成的 无论是否有一份全职工作 女性都需要承担 大量的照料类工作 如果找一个保姆 来帮着照看孩子 料理家务 就需要支付 让对方满意的薪水 但是 当这些工作 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 来完成时 她们不但不会收到报酬 所做的一切 还经常会被忽视 在这本书的三位作者中 有两位作者 都提到了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 在关于男性学者的报道中 他们的妻子 时常会作为背景出现 被几句话轻飘飘地带过 那些话 大多是说 他们能照顾好家庭 让丈夫能潜力搞学术 而他们的独特人生体验 却很少有人关心 植物科学画家 曾孝莲 曾经被人称赞 说她的生命状态非常单纯 一辈子都铺在创作上 但这种单纯 是建立在她的夫人张赞英 几十年如一日的 全方位照护之上的 一日三餐 倒水泡咖啡 转达外界的每一封邮件和信息 甚至 接过她手里 忘记丢掉的纸巾 作者 安小庆认为 张赞英在丈夫的 职业生涯中 起到的作用 是不可缺少的 理应得到重视 于是 她便给张赞英打了个电话 表达了这种感受 并表示 想要听听张赞英自己的故事 已经八十岁的张赞英 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 她跟安小庆分享了 一生的波折和内心的感受 还说 这些话 她从来没有机会跟人说起过 包括最亲近的家人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这个遗憾会一直流到 她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还有太多的女性 没有被看见过 没有被倾听过 对于那些厨房和儿童房里的 沉默付出 先有看见 才可能有尊重 有共同分担的可能 此外 在职场中 我们也需要营造 对女性更加友好的职场环境 不因性别而歧视 去尽可能客观地评价 女性的工作能力 女性经常会被贴上 怯懦 缺乏理性 优柔寡断 容易情绪化等标签 被认为不适合成为团队领袖 或者做不好某些工作 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 李斐然 因为喜欢写科学类稿件 常常会被错认为男记者 有时候去采访 她还没开口说话 对方就已经生气了 觉得他们编辑部不负责任 这么重要的课题 却派一个小姑娘来 还有一次 她去采访一位社会学家 对方坚决不肯承认之前 沟通时的邮件 是李斐然自己写的 她认为 那种逻辑和文风 应该属于一个中年男人 不可能是女的 甚至 她还不断摇头 觉得实在是 可惜了 女性 写不了严谨理性的文章 女性拥有的卓越成就 不是完全凭能力获得的 女司机开不好车 女领导都很事多 类似的日常偏见 有太多太多 只有排除这些偏见 不因性别去质疑 女性的工作能力 阻碍她们的个人成长 女性才有可能拥有 能够自由呼吸的职场空间 最后 社会在制定各种公共政策时 也该多考虑性别因素 多倾听女性的声音 据统计 在各类决策性会议上 女性代表的数量 往往都低于30% 在重要岗位的选举中 男女候选人的数量 往往也差异悬殊 这种现象已经由来已久 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在安徽省长丰县推行的 性别平等试验中 曾经召开过一次 修订村规民约的村民代表大会 其中有一条细则是 鼓励妇女参政议证 并提议村民代表中的女性代表 比例达到40% 在对这条细则进行举手表决的时候 有位女性代表就站起来提议说 为什么是40% 而不是50%呢 既然倡导性别平等 男女代表就应该对等 一半对一半 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全体女性的支持 但表决却进入了僵局 按50%进行表决的时候 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意 没人举手 按40%进行表决的时候 所有的女性都不同意 大家谁都不肯让步 直到乡镇官员站出来调停 双方才达成了妥协 最终通过的数字是45% 这已经是个很高的数字了 看起来离50%只差一点 却还需要无数人更加艰难地争取 当女性和男性拥有了同样的话语权 那些能够减少性别不公的社会决策 才能获得充分的推动 公交车俯首高度 卫生间蹲位数量这样的问题 也能更快得到解决 如果想要进一步消除性别差距 不管是在家庭中 职场中 还是更加宏观的社会层面 我们都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 当然了 想要改善女性的生存困境 最终都离不开女性自发的努力 因为 能够让你真正脱离困境的 只有你自己 在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 身为个体 一个普通的女性 可以去做些什么 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 你都可以尽力去做三件事 从救出自己开始 去推动这个世界 有一点点微小的改变 第一件事是 唤醒独立意识 夺回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无论社会为女性制造了多少规训和阻碍 你都需要坚定内心的信念 相信自己是具有宝贵价值的 独一无二的存在 昂首挺胸的 去走自己想走的道路 安小庆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她成功走出大梁山 跳出了遗族女性的传统命运 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特稿记者 她把自己的成功 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 是从家庭里自然生长出的女性意识 让她明白了尊重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第二是 大学期间获得的知识框架和批判思维 让她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 是记者这份她非常喜欢的工作 帮她在世界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独立的意识是一切的起点 每一位女性都不应该 蜷缩在男性的羽衣之下 或者躲藏在家庭的暗影之中 她们需要站起来 走到阳光下面去 大声地告诉自己 也告诉这个世界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值得 我也可以 书里另一个故事的主角 叫刘晓样 同样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 我宁可痛苦 也不要麻木 有了这样的意识 你才能做好第二件事 在行动中积累力量 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曾经在播客放学以后中 听过一句话 大意是说 身为女性 永远不要忌惮去掌握真正的power power 既有力量的意义 也有权力的意思 女性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行动和努力 去积累无限能量 进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书中还讲了古生物学家张弥曼的故事 他是全世界最了解古鱼的中国专家 由于生物的进化历史太过漫长 大部分古生物学家研究的时间范畴 都在几百万年之内 但张弥曼的研究却纵贯数亿年 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他从古代鱼类研究到新生代鱼类 在每个领域都有严谨扎实的发现 获得了多项顶级科学荣誉 还影响了一大批科学家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种古生物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那些科研后辈向他致敬的方式 张弥曼能够到达科学的巅峰 是因为他始终都在用行动 追寻着真正的力量 钻研学术 在热爱的事业中安置自己 为了让人类进步一点点 敢于挑战身为学界权威的恩师 提出更加科学的假设 相信 他也会成为很多女性的榜样 激发更多的女性去通过行动 登上更大的舞台和更高的巅峰 除了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 你还可以做第三件事 那就是尽自己所能 把希望的火把传递下去 你可以用各种自己擅长的形式去表达 发出属于你的宝贵声音 如果你会写作 就可以像杨本芬和这本书的三位作者那样 记录下身边的女性 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让更多人通过她们来看见自己 如果你会录制播客拍摄视频 也可以用这些方式 把你想讲的故事 想说的观点 讲给更多的人听 你也可以为女性相关的讨论 或重要的社会事件 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 2022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 向社会各界征求修订意见时 就出现了一场感动人心的网络揭力 有女性律师向大众提供修改建议 有妇女权益相关的公益组织 为大家详细说明提案步骤 有女性意见领袖 积极转发相关的信息 还有数万名普通女性去登陆网站 一步一步完成了提案 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已经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 活把就是这样被一站一站传递下去的 你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去影响身边的人 比如伴侣、孩子、朋友 改变他们的一些日常偏见 让他们能更加尊重女性 日本学者尚野千赫子提出过 一人一杀的倡导 大意是说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 不应该放弃挽救和改造男性的机会 能救一个是一个 坚持让丈夫分担家务 教会孩子尊重女性 不因性别而限制孩子的成长方向 当朋友开了让人不适的玩笑时 坚决地表达不满 并制止他 这些都是普通人 也能够去尝试的小事 假如 每一位女性都能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做一点推动改变的小事 合在一起 就是巨大的回响 以及让人再也无法忽视的浪潮 希望你 我 她 我们能够一起努力 好了 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全部结束了 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讲过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们讲了女性正在面临的一些生存困境 在全球范围内 有将近一半的女性 仍然无法拥有最基本的身体自主权 无法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还有更多的女性生活在家庭和社会的规训之下 无法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 忍受着随便可见的关于性别的不适 其次 我们探讨了 想要改善女性的生存困境 社会大环境 可以做出哪些改变 最根本的一点 是要承认女性在生命本质上的独立性 不物化 不歧视 给予她们平等的权利 此外 社会还应该看见和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 并为女性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就业环境 在制定各类政策时 也应该给予女性应有的话语权 最后我们还讲了 身为个体 一个普通的女性能够去做些什么 她可以拥有独立的意识 用坚定的行动去救出自己 夺回自己的生命价值 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她还可以尽自己所能 表达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他人 把性别平等的星星之火 不断传递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现在有不少人 对于女性相关的议题存在一种误解 他们认为 女性想要争取权利 是在激化两性矛盾 然而 女性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一个打败男性 甚至把男性踩在脚下的世界 而是每个性别都应该有自己存在的方式 我们前赴后继去追求着的 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的世界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安小庆说的 性别平权 不是女人非要跳出来向男人夺权 而是 女性从人的要求出发 要求以一个同样平等的主体地位 被对待 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无论女人还是男人 都能打破性别偏见 既有机会 也有勇气 去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活法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